如果你有3000U把每100U当做一个投资单位蚂蚁 你就有30只蚂蚁可以囤币 如果每50U当做一个投资单位 你就有60只蚂蚁可以囤币 蚂蚁玩的是概率不是几率 压住一两个小臂就像牛市百倍翻身 几乎是不可能的压错了直接错过一整个牛市 就像射飞飙飙把上面分为一到十等份 其中的一等份是大奖一百倍 其他是零倍而你只有一只飞飙 获得翻倍数的几率是百分之十 零倍的几率百分之九十 而币圈有上千个币 换成概率的玩法是标把分别五个零倍 五个二十倍但你有五只飞飙 五只全中一百倍 每只飞飙可获得翻倍的几率是百分之五次 零倍的几率降低为百分之三 而二十倍里还有翻一百倍机会的币 蚂蚁臀币的目标是让所有的蚂蚁去翻倍 所以必须好好做功课 去增加自己所有蚂蚁翻倍的概率 也让标把有小于一倍的存在 蚂蚁臀币没有全仓意义 全仓指定是把资金都缩哈 而蚂蚁的观念是永远没有全仓 又称蚂蚁仓 有人一只蚂蚁仓实用 有人一百用大佬一千用 这样的蚂蚁仓 少机场交际 省一个大餐少买一个包 随着自己想要和时间推进 一只永续都有蚂蚁仓可以产出 永远没有全仓 蚂蚁抗腰臂 有了上述概率的观念 币圈难免多腰臂 腰臂通常指的都是不止翻二 三的臂 蚂蚁上腰风直接长翅飞起 大幅增加翻倍概率 如果遇到庄家杂盘 死了不过就一只蚂蚁 对资产没有太大影响 增加投资精度 投资单位化 如果一只蚂蚁一百用 下单十五只蚂蚁 和下单一五八九用的差别 在于让投资金额简单化 帮助你的思考决策能力 如同玩三国制游戏 一只军队带三千兵 而不是三七八二这种复杂的数字 另外是增加投资精度 上述一千五百八十九用 尾数八九用再段十一用 又多一个舱 滚舱变简单 如果你全舱三千用 滚一个舱到六千用 相信对大部分的庇佑 都不是简单的事 从全舱中滚出一个蚂蚁舱 从三十只蚂蚁 生出一只蚂蚁 是不是变简单了